聚焦今日時事 縱觀美國資訊 歡迎收看本期今日美國 我是主持人小小 下面請看詳細報導 6月27日晚上 有線電視新聞網主辦第一場總統候選人電視辯論時 沒有對特朗普和拜登的虛假陳述 予以實時的事實核查 因此受到嚴厲批評 在這場萬眾矚目的全國電視轉播的對決中 特朗普和拜登都發表了一些誤導性或虛假的言論 涉及的話題包括經濟 移民 犯罪等等 在兩位候選人沒有用完分配給他們的發言時間 或沒有直接回答問題的情況下 主持這場辯論的CNN電視主持人傑克塔珀和達納巴什 多次提出了後續問題 但在90分鐘的辯論中 這兩位候選人的說法都沒有得到任何事實核查 前電視主持人奧伯曼在一篇社交媒體帖子中寫道 CNN決定通過不核實特朗普一連串謊言 來逃避其新聞責任 這是不可原諒的 紐約時報專欄作家克里斯托夫說 如果CNN的主持人能做更多事實核查就好了 讓觀眾知道他們什麼時候說的話是完全錯誤的 我不確定一個平台傳播偽裝成事實的謊言有什麼好處 當晚辯論結束後CNN發表聲明稱 我們為傑克和達納感到驕傲 我們的工作是確保候選人的聲音被聽到 這樣選民才可以做出明智的決定 我們很高興我們能做到這一點 CNN兩位主持人任由特朗普發表虛假言論 令拜登的盟友和一些左翼人士非常失望 拜登也對特朗普被允許在沒有太多阻力的情況下 發表關於他的不實言論表示不滿 辯論結束後 他在亞特蘭大參加募軍活動時說 接下來的幾天裡 他們將對他所說的一切進行事實核查 我想不出他說的哪一件事是真的 本週早些時候CNN政治總監查理安說 6月27日直播的電視辯論不是現場核查事實的理想場所 因此 打破核八時將專注於促進兩位候選人之間的辯論 而不是參與辯論 CNN的現場事實核查員 在而確實在網上對辯論中的言論做了一些事實核查 但這些事實核查並沒有出現在90分鐘的直播畫面中 對拜登競選團隊來說 到當天深夜 特朗普虛假言論對拜登的損害已經造成 一個熟悉拜登競選團隊的消息人士說 特朗普在整個辯論過程中都在撒謊 主持人沒有起到任何幫助 當然 總統有機會給他施壓 並在許多問題上做到了 主持人坐在那裡 聽他滿嘴謊言 6月27日 拜登與特朗普參加2024年首場總統候選人電視辯論後 民主黨人對拜登在辯論中的表現感到非常擔憂 甚至恐慌 並開始討論要不要把他換掉 三位與潛在的民主黨總統參選人關係密切的競選策略師透露 他們在整個辯論中收到了大量短信 一位顧問稱 他們收到了想讓他們潛在的總統候選人 站出來替換掉拜登的請求 另一位顧問說 他們至少有6個主要捐助者 發短信說 拜登的表現是災難 民主黨需要做點什麼 不過 這位顧問說 除非拜登同意讓位 否則現在換人不大可能 一位民主黨主要捐助者和拜登的支持者說 現在是拜登結束競選的時候了 此人形容拜登當晚的表現是歷史上最糟糕的表現 並稱拜登糟糕到了沒有人會理會特朗普的謊言 周圍金主的一條短信寫道 拜登需要退出 這是毫無疑問的 但是 至少有兩位潛在的2028年民主黨總統參選人說 儘管拜登在辯論中表現不佳 他們仍然支持他 這兩人分別是伊利諾伊州長 普利茲克和加州州長紐森 當被問及拜登是否應該讓位時 紐森稱 這種對話沒有幫助 沒有必要 他說 你不會因為一次表現就轉身離開 什麼政黨才會這麼做 當晚辯論的大部分時間 拜登都顯得很掙扎 過去幾年 這位現年81歲的總統 一直受到他是否會適合連任的質疑 而這場辯論 原本被拜登競選團隊 作為重新設定競選敘事的一個策略 最近幾個星期 民主黨人一直希望 拜登能在辯論中表現強勁 以緩解人們對其高齡的擔憂 黨內請求換人的呼聲 雖然不大可能真正導致候選人被換掉 卻反映了競選活動的重大轉變 民主黨主要捐助者的一名顧問說 他們當晚在亞特蘭大的一個捐助者會議上發短信 一些人寫了 WTF 要是換人會如何 這位顧問說 我們唯一的希望是他下臺 我們有一個協商的會議 否則我們就死定了 儘管如此 就連那些私下抱怨拜登表現的人也承認 要拜登下臺 可能性不大 一位民主黨策略師說 只有一個人能決定 那就是他自己 6月28日 聯邦最高法院縮小了一項聯邦法律的適用範圍 聯邦司法部曾經依據這項法律 在2021年1月6日 國會山暴論發生後 起訴數百人妨礙司法 當天最高法院以6比3的表決結果做出裁決 可能迫使聯邦檢察官重新考慮 對數十起代審案件的指控 還可能導致法院推翻先前的一些判決 在1400多個因參與1月6日國會山暴亂 而被起訴的人當中 約有350人面臨妨礙司法的指控 最高法院對司法部提起這種指控的法律立場 表示懷疑 多數派大法官認為 二十多年前 能源巨頭安然公司爆發金融醜聞後 通過的妨礙司法重罪條款 只適用於被告試圖篡改或干涉與政府程序有關文件 或其他記錄的案件 司法部曾辨稱 這項條款涵蓋了其他可能阻礙官方程序的活動 首席大法官羅伯茨在多數意見書中寫道 把該條款解讀為涵蓋所有形式的妨害行為 將推翻國會對哪種處罰 適合哪種違法行為的仔細界定 最高法院這項裁決可能產生廣泛影響 如果檢方不能證明國會山暴亂參與者 有意妨礙選舉人票實際的票數統計 司法部就可能不得不撤銷對他們的指控 6月28日 聯邦最高法院對俄勒岡州一個小鎮禁止遊民 在戶外過夜的法令表示支持 稱這些法律並沒有違反憲法 禁止殘酷和不尋常懲罰的規定 當天最高法院大法官以6比3的表決結果 支持俄勒岡州格蘭特帕斯市禁止遊民戶外過夜的法令 這項裁決可能在俄勒岡州以外產生影響 改變西部各州和城市對遊民的監管方式 保守派大法官戈薩吉在裁決書中寫道 無家可歸是個複雜的問題 原因有很多 解決這個問題所需的公共政策回應 可能也是如此 從根本上說 這個案件提出的問題是 憲法第八修正案是否賦予了民邦法官 評估這些原因和制定這些回應的主要責任 然而事實並非如此 自由派大法官佐托馬約爾則在尖銳的反對意見書中寫道 格蘭特帕斯市的政策是不合情理和違憲的 他希望未來最高法院在維護我們當中 最弱勢群體的憲法自由方面發揮作用 這個上訴到最高法院的案件涉及格蘭特帕斯市單行的三個法令 他們都禁止人們在公共街道、小巷和公園 使用毯子或其他床上用品睡覺 違反規定的人可能被罰款295美元 屢次違規者可能因非法入侵遭到刑事起訴 最高可判處30天經濟 對移民所施加的處罰是否過於嚴厲是本案的關鍵問題 郵民、違權人士稱 這些法令懲罰了那些無處可去的人 因為格蘭特帕斯市缺乏郵民庇護所 2012年聯邦第九行回上訴法院裁定格蘭特帕斯市的那些法令違憲 他認為在庇護所沒有床位的情況下 懲罰睡在外面的人對城市和州來說是殘忍和不同尋常的 違反了憲法第八修正案 該裁決適用於他管轄範圍內的全部9個州 包括有大量遊民的加州 於是 亞利桑那州共和黨人和加州民主黨州長紐森及自由派領袖 組成的不同尋常的聯盟向聯邦最高法院提起了上訴 他們抱怨第九行回上訴法院的裁決 束縛了他們的手腳 使他們無法有效地清理遊民營地 最高法院同意介入 佛蒙特州一個男子曾因向警察訴終止標髒化而被捕 後來就因此事獲賠17萬5000美元 今年57歲的邦巴德是佛蒙特州聖奧爾本市鎮居民 行車記錄儀的拍攝視頻顯示 2018年2月9日 州警察兩次攔下邦巴德 指責他對自己訴終止 邦巴德先是否認 然後又對警察訴終止並且亂罵 邦巴德隨後被捕 並被指控犯有兩項妨礙治安罪 後來這兩項指控都被撤銷了 2021年邦巴德提起訴訟 指控州警察侵犯了他的憲法第一修正案權利 其訴狀稱邦巴德被捕後 警方向當地媒體發布了他的面部照片 並把他的汽車拖走 他的代理律師說 去年聖誕節 他被逮捕的視頻流傳開來 警方遭到公眾抵制後 州警發出了一份傳票 要求以擾亂治安的罪名 傳訊邦巴德 但是當地一位檢察官拒絕審理此案 傳票就被撤銷了 在和解協議中 州警察和佛蒙特州政府不承認有任何不當行為 警方稱這位警察已於5月31日從該州警察局退休 代表邦巴德的律師 迪亞茲說 任何了解第一修正案 最基本內容的人都會明白 警察不能僅僅因為某人傷害了他們的自尊 就對他們採取行動和報復 逮捕他們 把他們關進牢房 根據和解協議 邦巴德獲得了10萬美元賠償 外加75000美元的律師費 迪亞茲說 邦巴德最初對起訴警方猶豫不決 但在2020年林尼蘇達州非裔男子弗勒伊德遭警察跪殺後 才決定起訴 面對日益猖獗的商店盜竊犯罪 零售商巨頭標的不得不降低打擊蟹賊的門檻 現在店員如果發現被偷商品的金額達到50美元 就可以設法制止了 而以前的門檻是100美元 據知情人士透露 標的打擊零元購的新指導方針 從今年夏天開始實施 涉及全美近2000家門店 這是標的為解決店內盜竊問題而採取的最新措施之一 該公司透露 最近幾個季度因盜竊損壞和其他因素導致的庫存損失 使他們的利潤受到了嚴重擠壓 據彭博社報道 不同的零售商對逮捕或起訴商店竊賊有不同的政策 行業顧問埃爾福斯頓指出 制止盜竊的門檻大約在25美元到100美元之間 商店工作人員通常會阻止非暴力的盜竊行為 但被盜竊商品的金額在危及生命的情況下無關緊要 標的的一位發言人說 該公司正在通過店內訪偷行動 以及與地方官員和各個社區協同努力 在解決盜竊問題方面取得有意義的進展 但是我們的首要任務仍然是確保團隊和客人的安全 同時保證標的購物者所期望的積極體驗 一列貨運火車日前在芝加哥郊區脫軌 迫使附近居民和企業員工緊急疏散 據全國廣播公司芝加哥電視台報道 6月27日一列貨運火車在馬特森脫軌 由於脫軌車廂疑似洩漏 當地政府下達了強制疏散力 疏散力影響了事故現場以東0.25英里 以西1英里和以南1英里范圍的居民和企業 但到當天下午晚些時候疏散就被解除了 脫軌火車屬於加拿大全國鐵路公司 該公司發表聲明稱 脫軌事故涉及約25节再有各種物質的車廂 該公司一位發言人說 一集裝有液化石油器殘渣的車廂泄漏了少量物質 但泄漏已經得到控制 對公共安全沒有威脅 火車突軌的原因正在調查 馬特森是伊利諾伊州库克縣的一個村莊 位於芝加哥市中心以南約30英里處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今日美國的全部內容 感謝您的收看 咱們下期再見 iosis 氛勳 segurança 氛洪 裁私 調查 氛洪 氛化 氛洪